现在那个维摩杰对于来看病的人讲 诸人者如此生明智者所不孤 这句话诸人者如此生明智者所不孤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说 他跟所有的人讲 维摩杰跟所有来看病的人讲 我这个身体一般来讲明智的人 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依仗着他的这个身体 不会相信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不可信 不能够相信自己的身体 所不依孤 你不能依持着你身体怎么样子 不会去依靠着自己的身体 不会去永远相信自己的身体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明智的人不会相信自己的身体 然后他再来解释 这个人的身体如从聚磨不可 提手旁一个罪怎么念 他说身体 他说身体就像泡沫 人的身体 好像我们在吹泡泡 有没有 吹那个回照的泡沫一样 吹出来一个一个泡沫出来 很漂亮 吹出来的那个很漂亮 但是你稍微碰一下 他就破了 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样子 人的身体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你不相信 红灯的时候 你一直往前走 你就知道了 你以为你身体很强壮 我身壮如牛 红灯 我就走过去 你看着吧 很快就到西天 你身体再怎么样壮如牛 你根本身体就是泡沫 稍微一碰 你就破了 不要讲说出去外面 我那几天看到那个新闻 说台湾啊 我是从台湾来的 说台湾是行人第一 真的 在美国啊 其实有一点好处 车子都是让人走 让人的 他一看到有人 走在斑马线上 就算立灯他也会停 看到人一踩在马路上 车子马上就要停 看到脚道车也要让 看到摩托车也要靠一边 也不敢过去 以前我们在台湾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让车子的 车子 看走 看右 看走 看右 走在斑马线上还要很注意 因为有脚道车 有摩托车 有三轮车 有四轮车 通通都要让 行人都要让的 在这里是车让行人 在台湾是人要让车子 那个红利灯不太敢相信 有时候走到一半 哇 变成红灯了 我们就赶快跳上岸前岛 很危险的 不要讲说那个是车子 你力大 很有power 你像牛一样的健壮 马路上你不敢走 稍微一创你就没有了 就像泡沫一样就没有了 另外现在还有很可怕的随机杀人 那不是车子啊 只是一个小小的这个东西 叹叹叹 你力大如牛有什么用 所以掐一只功夫是没有用的 这是一个小小的子弹 你就完蛋了 你身体根本就是泡沫嘛 大如车子 你就泡沫嘛 小如子弹 你也承受不了 你看现在在美国 到处都有枪击案 都有枪击案啊 明智者此生啊 是智者守不顾 我是讲到子弹啊 所以就讲了那么多 四身如泡不得久力 我告诉你啊 你年纪大了人就知道啊 你久站就不行的 你站久了也不行就要坐 身体就是泡嘛 你也不能久站 站久了也不行 四身如燕啊 总隔爱身 你身体啊 就像火一样啊 那是什么火 身体有欲否啊 你以为说没有火吗 有啊 有欲否啊 因为有欲否 你温望着爱 你是从欲否里面所生 对啊 因为男的本身有欲否 你的本身也有佛 那种佛叫做欲否 欲望的佛 你有这个欲望的佛 人是怎么样出生的 就是由欲否来出生的 四身如燕 虫可爱身 四身如芭蕉 中午入有间 我们把这个身体解剖 一个是皮 里面是肉 再来是骨 身体里面有五脏 六脯 有头 有手 有身体 有脚 但是你给它分开来 其实都是空的 你把皮拿掉 把这个肉拿掉 然后把骨拿掉 把五脏拿掉 结果呢 就像芭蕉一样 没有一样是坚固的 昨天讲到坚固 没有一样坚固 我们人的骨头是最坚固的 对不对 骨头是最坚固的 昨天晚上已经讲了 骨头也是一碰就断了 稍微一碰就断了 不能够信了 这个东西不能信了 你以为的身体很强壮 我现在啊 我只要去看我的发明 Dr. Goel 他就问我 你最近有没有跌倒 我讲我没有 应该我懂得 穿裤子的时候要贴架 所以我不会跌倒 以前不懂啊 以前我还不懂的时候啊 每一次穿裤子 有时候脚被那个自己的裤子 裤管 经济独立嘛 然后一只脚穿 一只脚经济独立嘛 这一只脚弄不好啊 要再穿的时候弄不好啊 就跌倒啊 身体不平衡 他就跌倒啊 像我们这一把年纪啊 那医生 Family Doctor 第一句话问 最近有没有跌倒 有跌倒你就要去照X光 说不定哪个骨头已经错位了 已经错位了 像你年纪大的 最害怕就是跌倒 我们那个厌室 朱十一教授 朱厌室 他就是在浴室里面跌倒啊 你知道老人家很多 就是在浴室里面跌倒 跌倒就走了 我的一个皈依师父啊 道安法师 他就是在五十几岁哦 在浴室里面跌倒就走了 真的 所以跌倒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年纪大的人 千万不能跌倒 跌倒 骨头就错位了 那个不坚的 所以说 把你身体解开 里面没有一样是坚固的东西 连骨头都不死 四身如患 从颠倒起 颠倒 就是你的想法 想法 我们一般人啊 我们每一个人啊 其实在念头里面 也不是很正常的 所以有这个精神专家 或者心理学家常常讲 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 很少有正念 大部分都是颠倒 所以得精神病的人很多 患精神病的人很多 那就是颠倒 你的想念本来就是患 患出来的 你身体本身也是患出来 那你的念头呢 更加的虚幻 所以有一种病啊 就是叫什么 被害万想症 那有没有 被害万想症 有那个人要害我 我见过的精神病我很多啊 那有一个妇女 有一只飞机飞过去 她就想 那个飞机就是来害她的 我心里想 你没有那么重要吧 人家要害你 要开飞机来害你 那飞机是要来害我的 赶快藏 藏起来 不要让飞机看到 没那么重要吧 人家要害你 开飞机来害你 对不对 像师尊也没有那么重要啊 飞机飞过去 我也不会想说 这个飞机是来侦查我的 被害幻想症啊 想念啊 视身如患啊 从颠倒起 你根本 你那个脑筋 就是不太正常 所以精神科医生常常讲 没有一个人的脑筋 是正常的 多少有一点精神病 只是他的精神病 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没有超过 事实上超过的人很多 超过的人真的是很多 超过这个精神病的 实在是蛮多的 像被害幻想症 你自己想想 你到底有几斤重 为什么人家要害你 你看 而且常常脑筋里面呢 想的都是颠倒的事情 都不是正念 没有正念 都是在颠倒 在折磨自己 幻想 颠倒 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一集是 视身如患啊 从颠倒起 你的幻想 一切的幻想 都是从你的脑筋 颠倒 开始的 视身如梦啊 为虚妄见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眼睛所看到的 也不一定是正确的 那一天 哈尼瓦师姐 就是我们Translator 哈尼瓦师姐 拿一个AI 做出来的照片给我看 他是从卢斯尊的影像 拿出来 然后呢 用AI的方法 制造了很多的照片 像我啊 这边一个女的 这边一个女的 这样子 勾住 后面好多的女生 都跟我这样子勾住 他说 那做出来的照片 好像是真的 其实全部都是假的 我哪有那么大胆 那么多的女生 我这一手勾一个 那一手勾一个 你问哈尼瓦就知道了 他只是把我年轻的照片 拿来一点 然后我就站在那里 这边勾一个 那边勾一个 我真的不敢相信 那是我 如果是我 我就快乐死了 可是不是我啊 他说现在都可以制造的 从眼睛看到的 不一定是真实的 照片也不能为真啊 这都可以做假的 做的跟真的一样 天哪 好像在做梦 其实我们也常常做梦 对不对 晚上啊 你晚上也常常做梦啊 每一个人的梦 都不一定是真实的 很多是希望啊 看到的 都是假的 你做梦 我有一次做梦 梦到我的师父 一个人走向生生 我就写了一封信 给我的师父 说我梦见你一个人 走向生生 那我的师父给我回信 他第一句话讲 所梦未必真 你所梦到的 未必是真实的 这个就是 世生如梦啊 为希望见 你看到的 不一定是真实的 身体你做梦 所看到的都不是真实 包括你的身体 也不是真实 世生如影 从夜沿线 我们人的身体啊 是四大假合 这假的东西合起来 就是地水佛风嘛 学佛的人都知道 地水佛风 地 就是你身体的肉啊 骨头 水 就是你身体的血液 佛 就是你身体的温度 空 就是你呼进去的 呼吸的气 地水佛风 夜沿 是因为你有夜 释迦牟尼佛讲的 我们为什么出生 因为是仇业 仇业 应仇的仇 仇业 你有夜 所以你来沙坡世界 沿 你跟你的父母有沿 从父母生 就是夜沿生嘛 再来你跟你的兄弟姐妹有沿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这是沿嘛 将来你结婚 就是跟那个结婚那个人有沿嘛 四身如影 你的身体就像影子一样 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体 才有这个影子 在太阳底下 有这个影子就出来 就是跟着你的 那么这个影子是什么 就是你的身 就是你累世的业 累世的严 从业严现 你这个身体就是因为有业 有严 所以才出现的 四身如想 属诸阴严 你身体 在应对 讲话 或者怎么样子 都是因为阴严 阴严 阴严才来 阴严 有病 也是阴严 有病 也是阴严 你看姚斯基姆跟我讲 你79岁 你要回来了 阿弥陀 跟我讲 我会帮你严寿 79岁 你碰到一个dott 给你换了一个药 害我苦了三个月 那现在终于 我又见到那个dott 那个dott跟我讲 easy 然后很简单 把你药换回来就是了 他又把我换回来了 为什么你当初要换药 真的是 我79岁差一点被你勾走啊 你看嘛 这都是因缘耶 要是静姆讲说79岁你就要回来 我今年刚好79啊 就碰到一个dott突然间把我换了一个药 害我拉了三个月 掉了二十磅油 掉了二十磅了 那现在换回来了 昨天才换回来 我又去见他了 昨天才换回来 换回来 今天正常 明明这个药是对我很好的 他居然把我换走 你79岁嘛 那没有办法 就是阴炎啊 那医生也不知道什么 搞什么鬼 他就把我换药啊 他有在那边调来调去 调来调去 这个都是属于阴炎嘛 你看嘛 我本来是好好的 在台湾好好的 那王妈妈跟我讲 你在台湾的时候 你脸上有光啊 走路如风啊 身体很强壮啊 刚刚回来那一阵子 也是脸上有光啊 突然间黯然无光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阴炎 四身如浮云 一下子他就变灭了 我们身体像云一样啊 今天出现明天就没有啦 讲得快一点啦 今天云突然出现了 明天他就没有啦 不要以为我们永远年轻啦 也不要以为我们永远阴静潇洒 你阴静潇洒有了 当然有啦 我像韩国电影明星一样的啦 只是身体矮一点而已啦 其实我相貌很好看的 我年轻的时候相貌很好看的 我告诉你啊 我女朋友不少的 对不对 就是接吻的时候要 要站在楼梯 他个子小 个子比较小 他脸很好看的 很阴静潇洒的 但是也保持不久啊 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啦 以前的阴静潇洒 哪里去啊 气死我了 就像云一样啊 就会没有的 我上次举一个例子 年轻的时候都漂亮 那些女生年轻的时候都漂亮 你知道吗 再不久 你就变成老胡哨 你知道吗 那个令赏 令赏现在九十几岁了 令赏 令赏九十几岁了 令赏在吗 今天没来 还好 令赏年轻的时候 他会挖跳 什么是挖跳 他在每天锻炼身体的时候啊 像青蛙一样啊 就勾 就用挖跳 这样子挖跳 他运动 每天运动脚 就挖跳 我让肌肉非常结实 挖跳 现在你叫他 现在你叫他挖跳 没办法 一定是没办法 所以年轻的小姐 不要以为长得漂亮 她就很骄傲 很容易就变成老菩萨 老菩萨在吗 没来啊 没来啊 那没关系 很快的 很快的 你不要以为说 多漂亮多美丽 其实就像浮云一样啊 像那个云啊 今天出来 云很好看 就变 就没有了 一下子有 一下子没有 四身如电 念念不住 我们的念头啊 就像电一样啊 没有停止过 念头就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的 一下子想这 一下子想那个 就像电一样 电一样的 四身如电 念念不住 四身无主 这个是维摩姐讲的 她说这个身体啊 是没有主人的 她讲如地 这应该古时候吧 因为现在每一块地 都是有人的 每一块地啊 土地很贵的 她是讲说 四身无主啊 好像如地 其实地就是 也没有什么主 真的讲实在话啦 只是暂时拥有 好像地产 都是暂时拥有 你以为这房子是你的 皇子的寿命比你还长 等你没有了 这个房子就变成义主了 就是变成别人的啦 你以为这块地是你的 地是永远在的 哪里是你的 你不过是暂时拥有 所以讲如地也是没有错啦 土地根本没有真正的主人 他换来换去的 房子也是一样 没有主人 暂时你拥有 你走了 房子就变成别人的名字 土地也是一样 你走了 这土地也不是你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 四身无我 如火 我们人本身来讲 真正讲实在话 四大甲合 分开了 就没有了 火一烧 就没有了 这个讲如火也是对啊 你如果死了 到了火葬场 一火 一烧 你就变成 灰了 变成骨灰了 你到底在哪里 没有 四身无我 如火 四身无受 如空 讲寿命 不是你想活多少岁就多少岁啊 不是你想的 我们大家看啊 很多人啊 这个 一出门 就没有回来了 因为他发生意外了 就没有回来 这个寿命 也不是 也不是你说要活多久 就能够活多久的 寿命 就像轰一样 就突然来 突然就没有了 这都是维摩界讲的 四身无人 如水 四身不实 四大为家 身体不是实在的 四大为家 地水 火 就是你的家 我们身体是一核像 一核像 怎么叫做一核像 是地水 火 轰 组合起来的 暂时的 这个就是你的家 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家 你的身体就是你的家 但是你这个家 是地水 火 轰 合起来 所以讲世界上的东西 都是一核像 金刚经里面讲的一核像 的意思就是讲说 像这个木头 我们知道 是树 木头 跟油漆 红色的油漆 跟金色的油漆 跟这个 去把它组合起来的 这就是一个法座 这是一核像 我们身体也是一样 是一核像 是地水 火 轰 去把它组合起来 分开来 就是地水 火 轰 合起来 就是你这个人 就是你这个身体 暂时 当成你自己的家 世身不实 世大为家 你的身体也不是实在的 其实是地水火轰 组合起来的一个家 世身为空 离我我所 如果世大不合的时候 你就生病了 世大分散的时候 你就这个家都没有了 世大分散 这个家都没有了 你世大不调 就是生病了 不管你是地大 水大 火 都是病 世身不实 世大为家 世身为空 我们身体 只要世大分开了 这是空 离我我所 就离开了 这个家了 世大分散了 就离开这个家了 你就不存在了 世身无知 你这个身体是无知的 就是无明了 如草木瓦粒 像草一样 像木头一样 像瓦一样 像利 你无明 世身无知 无知其实就是我们人无明 我们人出生的时候 真的不明白 对活法不明白 对什么都不明白 那个就是充满了无明 那这充满了无明 就好像草木瓦粒一样 所以很多人还是很无明 到目前来讲 没有活法 没有智慧 不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美国的法力还有一条 说你这个托 不到一千块钱的 不算犯罪 还有这条法力 这个法力也是无明 你知道活法的人 就是讲说 连一针一线 你都不可以拿的 那是别人的东西 这是佛法里面所讲的 一针一线 你都不可以拿的 那是托道的行为 说五戒里面有托道 佛法里面有托道 就是犯法的 既然美国的法力也是无明 只要托不超过一千块的 就不算犯法 那托了999块 不算犯法 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情 这就是法力上的无明 害得到处推着很多物品 就回家 不付钱 加拿大有这个法力吗 没有这样的法力 加拿大还是比较文明一点 这个无知啊 我们人真的是很无知的 你不研究佛法 你不知道人是什么样子组成的 你不知道啊 所以在维摩节就一直讲佛法给他们听 四身无作轰力所转 我们身体在运动啊 好像是手在运动啊 脚在走路啊 都是靠着什么东西 靠着我们的念头 念头是什么 念头是轰啊 念头就是轰啊 其实我们怎么动 都是因为轰 轰力所转 四身无作 你身体不能做什么呢 只靠着轰来转 只靠着你的念头 支配你身体去动作 讲话 都是靠着这个轰 轰的力量去运作的 四身不尽 慧恶充满 讲了这么久了 好我讲这一句啊 四身不尽 你知道我们身体是不干净的 这个头啊 有这个头皮屑 头皮屑也没说 挖一挖它就出来了 挖一挖它掉了全身都是 眼睛的 眼睛呢有眼石 耳朵有耳石 鼻子有鼻石 那嘴巴呢 口臭 我天下第一怕 怕的是口臭 我每天刷牙刷得很干净 第一个牙线 牙间刷 还有用水冲牙 第一个用水冲牙 牙线 牙间刷 到最后牙膏 电动牙刷 通通都用上 吃完东西 马上刷牙 要半个小时 每天要做 不只是做半个小时 我每一次吃完饭 吃完东西 就马上刷牙 而且是半个小时 还有些人不是 有些人早上起床刷一次 晚上睡觉刷一次 那个就不行了 中午的时候 他嘴巴吹出来的气 阿弥陀佛 就阿弥陀佛了啦 嘴巴真的是不行的 你留一点炸在里面 他马上发酵 马上产生细静 牙齿就开始蛀牙 腐败 还有那牙周病 就全部都来了 那你有医有牙周病啦 你开口跟我讲话 哦 我死了 我死了 我等了 你跟我讲话 那个味道是不能闻的 吓死人了 所以我们吃完东西以后 马上就要刷牙 不要让他腐败 他腐败就会长细菌 就会开始蛀牙 蛀牙以后就变成牙周病 包括牙床 牙龙 牙齿 都会有毛病 还有那个牙钩 可以藏 藏屋纳扣 经常要运动牙龙的 你看除了这个 通通都有病 然后前身的毛细孔 然后前身的毛细孔 都有排泄物 排泄物不只是下面两孔 包括你身上的所有毛细孔 全部都排泄 都有排泄物 你不洗澡 你就充满了臭 还有呢 脖子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死了的时候啊 你就知道了 那个味道 阿弥陀 或者 那死臭 很怕人的 很吓人的 四身不尽 会饿充满 你造了多少恶 造了多少恶业 还有你念头 对不对 做出来的 一个身体的污秽 包括你念头的污秽 包括你念头的污秽 你不守五戒 你念头都是污秽 四身不尽 会饿充满 地藏经里面有写到 习子动念 吾不是业 你动一下 挤子动念 念头想一下 吾不是业 全部都是造业 可是身不尽 会饿充满